假日的板南線中校復興站 列車停靠時下車人潮一度湧現 搭手扶梯也難得出現排隊景象 和前陣子的樣貌差很多 根據北傑統計 6月9號上禮拜三全線約49萬人次 6月16號增加到約53萬人 上週四約50萬 這一週也增加了3萬人 6月11號和6月18號同樣多了4萬人搭車 增加的人數都在3到4萬人左右 而不只捷運就連北市車流也增加 和三級警戒前一週相比 升三級後第一週減少14% 第二週疫情最嚴峻時減少20% 之後兩週差不多 但第五週也就是本週只少了10% 幅度比之前都來得少 來到南京東路上的公車站 假日人不多 但可能受到減班影響 平日人流一度聚集 而中校東路新一區一帶 搭車的人同樣很少 看到時刻表因為是離風的關係 有的班次要等超過一小時 或是十幾二十分鐘 還有許多班次都是停駛狀態 發現到公車的運量 開始減少八成 那這個禮拜可能有增加大概百分之一二 增加幅度並不明顯 而疫情確實衝擊公車 平均日運量一到四月 約116萬人次搭乘 五月上旬也還有114萬人 誕生三級警戒後降到31萬人 六月上旬又再降到26萬人 公運處雖然發現最近達成人數上升 但遠遠不及減少的數量 而業者減班都是以離風為主 因此還沒有增班打算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記得按小鈴鐺喔